假如开学时间由抽签决定 抽奖学 老师 你准备发奖学金吗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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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里面装的呀 是你们的开学时间 开学时间 什么意思呀 不是已经开学了吗 你们呀 在这里面抽签 抽到什么时间 什么时间开学 哦 如果说我抽到了一年 那就等于说一年之后再开学 没错 就是这个意思 你们谁先来呀 这种事情当然是普通先生先来了 开始吧 我一定要抽到一年之后才开学 亚南 祝你好运咯 一年之后开学 就等于放假了一年啊 那我要抽个十年 十年之后再开学 一年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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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三秒后开学 什么意思啊 三 二 一 开学 好 好了 回去上课吧 啊 我抽了个气氛 这也太悲催了 你们两个谁先来呀 谁来三秒 运气太差了 小夕 我运气不好 你先去吧 行 还不诺吗 小夕 来 好的 老师 我万一抽了一秒开学 该怎么办呀 十年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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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秒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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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下方 抽到了最大的奖啊 老师 我这五十年要开学 老师 我这五十年要开学 我就一辈子都不用上学了 对 下去吧 哎呀 天道太开心了 土豆 哎哎哎哎来啦老师 老师 小心 你放假五十年啊 对啊 没有 你还放假三秒 哈哈 土豆 快抽吧 好了老师 抽到了啊 哇 老师 十年后开学 什么 十年 啊 他预期这么好 没想到呀 土豆 你手气 也是这么好 对吧 你这个十年 自己写的吧 没有啊 老师 我在这里面抽出来了 没有 这奖卷呀 全是用红笔写的 根本就没有黑色的笔 原来是作弊 大土豆 老师 要不你等我一闻红笔的写 写什么写呀 明天把家长清过来 他就是要破 没有发假的同学 打开课本五十八页 我发假喽 偷进不了十八米